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生命向前了幸福太后 闪眼最美的窗口 作词 李宗盛 我有件事没告诉你 我怀孕了 我拿那个验云棒也验过了 然后我也去医院验了血 我没有告诉你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着 如果有了这个孩子 我们的关系势必会再进一步 但是我内心深处 是不想用这个孩子 来绑架我们的感情 然后我更不想用这个孩子 来绑架你 明白吗 我也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但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特别地踏实 然后我想你会成为一个 值得让我信任的伴侣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们要不要往前一步试试 那些都是我的银行卡 里面有一些活去存款 你把它取出来收着 大额存单还有理财单据 都放在我家 回头都编给当地名下 还有我那套房子 这样下中间请个假 我们去办加密手续 公正一下 全全平分 如果 我去说如果哪一天 我错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全全归你 我今生出祸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你的全部假的 都给我了 你不心疼 我后悔吗 不心疼 你不后悔 老姐 我 一定 会努力地 做一个好妈妈 我更会努力地 做一个好丈夫 爱你不是一位孩子 是一位你 那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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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了 那我结婚了 那我结婚了 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你 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你所有的家当 你都是我的喽 你 是不是睡不着了 我在想 我在想 静姐跟小赵哥公开了 那他们两个会不会 赵风刚 已经决定抵制了 嗯 行里面最近一直在传 说刑总跟姚佳 两个人都要被处罚 那我们两个的关系 要是被发现了 会不会也两个人都被处罚 其实但凡涉及到处罚的话 一定是有重大的违规行为 作风问题呢 其实也只是导火索 嗯 这几年他们两个人理应外合 放低利率 伸手向客户要好处 这种行为 行里是不可能容忍的 但是我们两个 性质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嗯 也对 然后我都被吓糊涂了 那小赵哥跟静姐的关系 被曝光了 你作为领导也难辞其咎啊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的关系 再被发现了 那他们会认为我们拓展一步 作风有问题 无视行里的行规 就会有很多流言蜚语 不好的舆论出现 到时候 就会影响到你晋升 哪怕是要保住现在的位置 都很难了吧 所以说啊 这种问题 躲躲藏藏是没有用的 我们得从根本上去解决 明天我去找一下行长 注意一下静平的进度 如果说能成功 我顺利调走的话 不只是对我们 对嬌静和赵凤刚 可能也有所帮助 也是 你要开疆吐吐 我算要有人帮你才好 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过来 对你都是有好处的 可是 不管怎么说吧 希望我们可以先想事成 也可以帮到静姐跟小赵哥他们 就是 就不想多了 您好 您的外卖 谢谢啊 辛苦了 不辛苦 这外面怎么还没到啊 听说了吗 一部的招方告也要辞职 这一顿接一顿的鸳影被爆出来 行李又要重申家属回避政府 对啊 对啊 外卖到了 走 你怎么样啊 还行吧 就是 现在有点焦虑 我来待日四年了 要是我们俩万一真被发现了 必须要走一个 不管我们俩谁走 我都觉得舍不得 也知道 再也找不到 比我们现在这份工作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了吧 就是有点担心 以前我还总宽慰你 现在啊 就连我一个小前台都能够感受到 这顿大厦 冰冷的氛围 我就只能把我的好运都传给你 去到你们不会被发现 这种吃什么呀 要不咱俩对付一口吧 今天可能不太行 我约了我爸吃饭 就在旁边的餐厅 去吧 改天带你吃好吃的 刘总 刘总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那块地的开发呀 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昨天我带着团队和你的人 对到凌晨四点 他们方案没有跟你同步吗 行了 行了 你别着急 咱们下午见面了 好吧 爸 你想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先给你吃一口就行 那怎么能随便吃 对 就叫星居养老计划 五十八万平米地标综合体 区域唯一的纯板楼 这些点一定要突出强调 项目书认色好了之后发我 我开会的见机收工看一下 那笔贷款还没还呢 刘总在烧档我一下 我马上批 爸 你喝口水吧 我以前都没发现 原来您工作这么辛苦 最近呢 我攒了点钱 要不这顿我请你吧 让您也享受一下 用女儿工资请客吃饭的感觉 这么贴心哪 行 年过半百 我终于吃上女儿请的饭了 不过我们提前说好 这顿饭不能超过三百块 不然我工资就不够我花了 你今天叫我来 我正好想问问你 你最近怎么不刷我给你的副卡呢 出什么事了吗 没出事 但是最近我想尝试 用我自己的工资来养活我自己 你怎么会有这种头发奇象 妈 又不是不知道 我之前我就想要什么 就买什么 我也不看价格 就随心所欲的 但最近我就从其一身上 我发现 好像赚钱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不也是吗 我之前还觉得你赚钱肯定老简单 我现在才发现 你好像也因为工作晚上 都没得叫水 打个电话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最近 我用我自己的工资啊 我才发现 对钱也开始慢慢有概念了 劳动多少可以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呢 可以用多少花多少 我现在都老清楚了 我跟你说啊 爸爸坚持让你工作 目的就是让你了解 钱是怎么回事 要对他有个概念 毕竟到了你们这一代啊 手材比生材更难 行了 你的努力呢 爸爸看到了 对钱也会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 我可不想我的女儿受苦 你看看你点了些什么 我可怜的女儿 你最喜欢的麻辣猪饺子 不舍得点 爸 这份麻辣猪蹄 二百五十八 总共只有三百块 我钱还得花在刀身上 哈哈 欧宇 你好 给我们来一份麻辣猪蹄 好 爸 这两百五十八 老爸来服 散开他吃了 啊 还是老爸对我好 谢谢爸 由摄入简难哪 你这个结成法 为难自己的日子 还在后边哪 叔叔 来了 这么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今天过来没告诉一一吧 没有 我刚才跑那个交通道上来的 我听说你考上警察了 不错 你也算是言出必行的人 我呢 也是言而有信 你和一一的事情 我就不再反对了 谢谢叔叔 我一定会照顾好为一的 你放心 是吗 今天中午他请我出去吃饭 连一盘自己喜欢的菜都不舍得点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是吗 行啊你小子啊 跟我玩音的是吧 为了新分行行长的位置 你脸都不要了 我老婆那里是你捅出去的吧 让所有的客户 集体举报我吃回扣 这事是你教他们的吧 不是 阿翔 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几毛贝 小动作搞得多了 难免会有放松警惕的时候 看不惯你的人多了 自然就会有人站出来 主持正名 这句话呢 我童言也送给你 继续好 你不承认这些事情是你做的没关系 我呢 也为你准备了一份临别赠礼 还帮你消大 还帮你消大 不承认 不承认 金金 早 小偷 你还好吧 没事吧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看吧 小偷 怎么了 就没说什么 倒我 再 longest building 真的你不能担心是一个人 我要去殓忍吧 随便你是一个人 小宁 走 你怎么回事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瞒着我 现在行里都传变了 你们部门刚爆出一对 你这个领导用 你知不知道现在影响多恶劣 说我们作风不振管理混乱 你说你这样还想当那个 吉安分行的行长吗 不给你处分就不错了 对不起 行长 让您失望了 不管行里这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来承担故事 反正我 我们俩 也不可能留在同一个部门了 到最后走的那个人 肯定是我 但是你现在这种状态 调到戴瑞其他的银行也不好混 去别的地方工作也不好找 总比留在这儿强吧 留在这儿 别人戳剂量骨 只要你剂量骨够硬 就不怕被别人戳 你还记得在这儿 我给你讲过的话吗 记得 姐说啊 女人要知道对自己好一点 没错 职场一直对女性都不客气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职场客气 工作是立足之本 在这样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住你的饭碗 我明白 嘴长在别人身上 别人说什么我们不要管 但是我会知道 这个过程很痛苦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嗯 左边 高一点 我说左边 左边高一点 什么意思 小兔刚来的时候 连信用证都不会办 是谁好心提点她 她在工作上是伪着了 是谁宽慰她 她跟小棠明年案里争业绩 是谁力挺她 我把她当名媚 她呢 她把我当什么 当同事啊 又不然当什么 你们俩没有学院关系 还有老季 我跟她在工作上 精妙配合 她指哪儿我达哪儿 她俩居然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谈恋爱 也不告诉我 你不也没告诉人家吗 别让我相信的还是你 别让我相信的还是你 我俩同行共产这么久 我全部的家就都交给你了 你知道这么大的秘密 竟然一点风都不投给我 赵涵刚 嗯 就你这张嘴 告诉了你 就相当于告诉了全世界 你知不知道 就我把你们当家人 你们把我当什么 关键我最傻的是 我之前竟然还撮合老季跟小棠 我 我才是那个小丑 算了 反正我也要走了 小徒也要走了 原本幸福欢乐的大家庭 分崩离析了 你跟老季相依为命吧 就歪了 我跟老季相依为命 我跟老季相依为命 那咱俩现在历 还来得及吗 你刚说 我跟老季相依为命 我跟老季相依为命 今天天气了 喝杯热茶 去学汗 嗯 我想好了 明天我就去审计刑调职 要是没有别的职行接受我 我就直接离职 其实不用了 要走 也是我走 我们俩签过对赌协议的 你这份维基的合同 只要签下来 带领拓展一步 业绩翻倍的目标 就达成了 我呢 我还没有拉到五千万的存款 愿赌服输 该走的是我 你的工作能力 我是了解的 但如果就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客观地去分析 如果真的是你离开了拓展一步 离开了戴瑞 很难找到一个特别顺心的工作 再说了 这份工作 是你最热爱的 所以你不能忘记 该走的还是我 你说的这些我明白 靳姐也跟我说过这些 但是约定就是约定 总不能因为我走了以后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就让你走吧 况且我们客观地分析 在咱们家 你挣的钱比我多好几倍 那总没有道理 让挣得多的人走 挣得少的人留一下吧 我是个俗人 谁跟钱过不去啊 所以 我走呢 不管是对我 对你 还是对这个家 都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这件事情 还没有最终的顶论 交给我来处理吧 好吗 这份约定还有得了吗 这个约定还有得了吗 这么快 八个月就过去了 好吗 你 我 真的是 是 Try your best Don't be afraid Just be yourself And not wait Nothing seems so perfect I thought the past can't replace I'm always here to stay Till you say The strongest part of you Nothing can defeat you I know time heals everything Say something to myself I know you try your best Don't be afraid Just be yourself And not wait Nothing seems so perfect 這份工作是你最熱愛的 所以你不能放棄 不知不覺 我好像真的發自內心地喜歡上了這份工作 不是為了轉正 也不是為了穩定 而是熱愛的 之前每次都在前面那個路口就下車 然後自己走到公司去 今天突然可以坐車 人家還有點奇怪 不太適應 反正現在也已經公開了 沒什麼節目的人 嗯 以前還老覺得 我們這段關係這麼特殊 心酸 也有點內疚 想著有一天 等我們可以大方分享的時候 應該這種愧疚感就沒有了吧 會輕鬆很多 但是真的到這一刻了 怎麼一點都不覺得輕鬆啊 要不 你還是把我放在前面吧 我想拐個彎去買包子吃 那家包子更好吃了 需要我等你嗎 不用 好 你先上去吧 幫我拿一個粉絲包一個肉包 謝謝 好的 不好意思 要兩個肉包吧 謝謝 哎 小寧這麼巧啊 不好意思 昨天你喊我的時候 剛好工作上有點急事 嗯 就沒來得及回你 抱歉啊 沒事 哎 你跟我講講呗 你跟季總是怎麼認識的呀 這麼好的男人 自己都不一定保的權 還站出來為你證明 也太難得了 又有能力 還有責任心 你還拼什麼事業呀 趕緊回家當全職太太得了 不比在這兒勒斯勒火強多了 昨天 她不還是一個 違憲女員工的老闆嗎 怎麼今天就變了呀 什麼叫為我證明啊 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 季總親自在內網發的聲明帖啊 還替了你倆的結婚登記照呢 昨天晚上就發了 說明了你們兩個在一起 是她來拓展部之前 況且她來拓展一部 也是受行長之情 臨危說命嘛 這不就說明 之前那些說你在工作中 勾搭她上位 為了轉正不擇手段之類的 都是無稽之談 謝謝你跟我說這些 哥 真走啊 真走啊 你看啊 領導就是領導 果然霸氣 那就相當於直接打了那些說小徒 什麼勾搭上司啊 搞職場潛規則那些人的臉 人家就是情投意合 人家就是奔著結婚去 她在傳為同志之前 來 早 早 小徒 早 早 早 你想好了 不過我覺得季總 應該不會收我的辭職信 我直接地到行長那兒去 季總 正好大家都在啊 我通知大家一向新的人事變動 航長正式批准了我的調職申請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來這兒上班了 交接的工作 也都已經匯報給了行李 明天 所以我就正式離開拓展一部了 明明該走的人是我 你為什麼要自己做主張啊 還是說從一開始 你就沒有把我們制定的合約當回事 從一開始就逗著我玩呢 先別生氣吧 其實 是因為我要跟二部競爭 才導致我們的關係會曝光 另外也是因為我要來拓展一部 你才會每天都提心吊膽 擔心得我們關係會曝光出來 整件事情都因我而起 當然是我來承擔了 所以從一開始 你就已經想好了 就是為了不讓我多想 所以才欠對賭的 說錯了 還有一個原因 我想讓你能夠施展你的能力 我有什麼能力啊 我不過就是一個小小的業務經理 你不一樣 你是行長派過來的 你這一走他肯定會生氣啊 你也知道 那個金融家屬 迴避政策對不對 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利用職權 不然循私舞弊 你跟小圖呢 雖然沒結婚 嚴格意義上來說不算違規 但是你把感情和工作扯到一塊去 就算沒違規他也說不清楚 小圖現在發展這麼快 又趕上二部出了那個事兒 說你啊 利用職權照顧小圖的風言風語 都已經傳出來了 你也說了是風言風語 我紀玉衡從來就沒有濫用過任何一次職權 除了人均分配的政府存款之外 圖曉寧在我這裡 沒有得到過任何一次優待 轉正找客戶 靠的全是他自己的能力 你說的情況我都了解 但小圖呢 他真的必須得走了 不行 杜曉寧她不能走 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工作的地方 對她來說是她全身心投入的事業 該怎麼人應該是我 老師 晚些時候我會把調職申請發給您 也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和照顧 所以我就跟 王老師說 你能力很強 如果真的是你離開的話 那一定是拓展一步的損失 所以老師想了想 覺得我說的有道理 昨天晚上就批了我的調職申請了 行長哪有這麼好騙 批了 那去哪兒呢 我市裡面沒聽說哪個崗位空出來了呀 難道要降級啊 是南安縣的直行繼續當經理 南安縣開車要兩個多小時 是 那麼遠啊 這算是 懲罰嗎 當然不算了 只要是南安縣直行那邊 積攢了不少的不良貸款 常年都壓著直行的業績 去年的時候 在全省都墊底了 另外客戶經理拿不到業績提成 他們就沒有工作的幹勁 這成了一個惡情循環 所以領導們應該是想 讓我過去了以後 處理一下這件事情 另外現在是風口浪尖 把我稍微調遠一點 對我也是一個保護網 我呢 是去下級層鍛煉 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 怎麼 不想讓我過去啊 是 下級層確實可以計算一些經驗 現在這個時候多遠一點 也確實可以避避風頭 航廠這麼做 已經算是洗財了 可是如果沒有這些事情 那本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我呢 去了那邊一定會好好工作 這就是一個過渡 我爭取早點調回來 好遠啊 好遠啊 別多想了嗎 你爭取早在老大 對了 我爭取 chewing 我爭取早 timer 好遠喔 我們不知道 远远 辛苦你了 我猜你很快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活檀 先走 听说你下午去了仁丽办了地址啊 人力那边先来个小伙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问我说 在拓展部是不是指着你 问我 你要是走了 我是不是也不干了 那你肯定不会这么跟他说 还是你了解我 这个时候 我怎么能把忠心表给你呢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的离开 是因为饶经理 还得是 你也挺不舍的吧 你说我们还会回来吗 你老婆在这儿 我未婚妻也在这儿 少不了过来 咱俩 也算是换点兄弟了 对了 老张 你说裸辞 新工作有什么美目吗 没有 你老婆在这儿 我未婚妻也在这儿 少不了过来 我朋友那边有一家财务公司 需要找短期的客户经理 工作经验需要五年以上 薪资报酬也还不错 一会儿我把他名片推给你 如果有需要的话 去过渡一下 好 谢谢 先走了 爸 爸 别太想我 林导 不要 拥有机会 随时照顾我 我还跟你干 不管怎么样 小宁这事可算是落下眉目了 她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 老季确实靠得住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季与恒同 还在磨蹭些什么 要是是我 我就立马纳着小宁去领证 在这种狂风暴雨中 坚定地迈入婚姻的殿堂 多有意义啊 魏耶 你不是说 找过时间一起去看日出吗 我查了一下 南山是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啊 南山人有点多 我想去搬沙滩 怎么起那么早啊 这不才五点半吗 你不是六点要出门吗 我想给你收拾点东西带走 就是他了 带得这么起啊 快 水杯湿巾 怎么还有袜子 哎呀 我想着 你那边来回路程 就要四个小时 那你晚上万一有客户需要应酬 可能喝点酒 就不能赶回来了 给你戴了衬衫 袜子 这些以备不时之许 车上呢还给你放了个小毯子 你要是累了就在车上小睡一下 嗯 图小姐这么贴心啊 谢谢 不过你可以放心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可能夜不归宿的 厉害 考核通过 你在那边要待多久啊 你们领导找你谈话了的时候 没有说什么透露一点东西啊 还真不好说 去那边处理完所有的问题 还得等市里有位置了 我才能过来 一切都很难说 嗯 慢慢来 不着急 哎 我昨天是不是没跟你说 我们部门要来两个新人 因为你跟小赵哥不是走了吗 今天有两个人来报到 现在风波还没过去 说难听点 我去了那边 还能够多多清静 你这边随时可能有一些流言蜚语 有一些闲话什么的 真要是听到了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这边呢 顶多就是一些闲言碎语 跟你在南岸县那边 那些坏账比起来 那根本都比不了 不着急 慢慢处理 人生就是这样 又不能总在高处 都是高低不平的 现在虽然我们有困难 但慢慢来嘛 以后肯定越来越好的 记住 你的呢 应该在床头吧 帮你戴上 小姐 等过完这段时间 咱们一起去休假吧 你怎么刚上班 就要休年假 刚去新智行 也行 那等完这段时间 我跟金姐说一下 嗯 擦电 本分延众 不匀 直接准备 掉עここ 把一面 倒是机能涨 来 咖啡 早安 下来做糖 重炸餐 谢谢 你是那盏灯 我的路灯 你身后的光束 让撩动的空气升温 时间好像停断 把此刻私藏拥有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潮水让人类的落下来 Oh baby m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星高的烟花放个不停 Baby it's you No one else Baby it's you Hope you know 你在寂静的回忆里 等着涟漪 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Yeah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Just like the rain 潮水让人类的落下来 Oh baby m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I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Just like the rain lubrica Cook